所以有一个人来参赵州 赵州禅师 他说佛法大义 究竟为何 赵州禅师 当下即说 平前薄树子 大家能够照见吗 我们的无名妄想 我们的种种的习气妄子 总是想了解佛法的大义 而佛法大义 在我们的习惯里面 在我们的无名妄想里面 就是种种非常深奥的法义 就像是 我在这边跟大家老婆心切 一直尊尊教诲的 这些种种的言说 我们就是想听 这些种种的言说 殊胜难得的言说 最好再加上一些神通 最好再展现一些 妙礼出 但是赵州禅师 不给你这样的无名妄想 妄动的机会 他当下即说 停前薄树子 你如果能够测见 你当下就能够测知 赵州老 他是如何的老婆心切 一语 道地的 道出 佛法的大义 就是停前 薄树子 要不然我们一直掉入 我们的无名妄想喜气 我们一直掉入 一文解义 我们一直掉入 那个文字项当中 当下赵州禅师 就是要让我们顿断 我们这些喜气妄想 顿断我们好为 用我们的大义 思维意识心 顿断我们 有所攀缘依赖的心 这样大家明白 谢谢大家